一日以来 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从未停止 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 作为全球国家中对太空展开探索最多的国家 拥有很多的成就 比如说美国是全球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国家 同时也是最早拥有卫星定位系统的国家 也就是熟知的GPS 此外在2009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 与麻省理工大学进行合作 主要是火星展开探索 并且计划在火星表面着陆 此后在2011年计划再度开始对火星的探索 事实上早在1964年 美国就已经发射了水手3号和水手4号探测器 也是美国第一次向火星发射探测器 此后在1971年再度发射火星探测器 并且进入火星轨道拍摄高星照片 当然美国的火星探测计划也并不顺利 曾经在1992年发射火星观察者探测器 在即将抵达火星的时候 却与地球失去了联系 在美国探索火星工程上 作为成功的当属1996年火星环球探测者 该探测器正正运行了10年 于2006年与地球永远的失去了联系 直至今天 美国依旧没有放弃对火星的探测 对此外界也十分的疑惑 究竟火星上有什么重大秘密 让美国连续25年成功发射5台火星车 对其进行探测 根据了解 通过火星车传回的数据来看 该行星表面存在着液态水湖泊 可以证明火星上确实存在水源 对于美国曾经提出的移民火星计划而言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且通过观察和进一步了解之后 证明火星的空气中存在的氧气的成分 因此也让美国萌生了一个打造第二个地球的计划 可以说这才是火星上隐藏的重大秘密 因此可以认为 美国25年的探测计划 或许真的是为了打造又一个地球 但是真正实施这样的计划并不容易 要知道火星距离地球最近的距离为 5500万公里 最远距离则达到了4亿公里 如此长的距离 如何将人类移居也是一大难题 对此中国在2016年正式宣布启动火星探测计划 并且在2020年发射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截至12月14日已经飞行了144天 共计飞行3.6亿公里 对于中国而言 可谓是迈出了火星探测的第一步 想必随着我国在航天领域的实力不断提升之后 再不久的将来 也可以展开更深层次的火星探索计划 爆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